大家看到我们疫情整个乱糟糟的 其实本土确诊病例这样突破了新高 中华邮政现在也已经证实了 总公司有一位分会的理事长 就藏经在5月10号 参加了工会模范表扬聚会之后 到了万华买了东西 之后他就出现喉咙痛等等症状 主动快筛结果尝现了阳性 虽然第一时间办公大楼已经全面的消毒 不过网友爆料说 这位理事长呢外务其实也不单纯 在潜伏期可能已经到处也是趴趴走 如果真的确诊 可能也是另外一位超级的传播者 甚至会是下一位狮子哥 指挥中心证实中华邮政内勤人员快筛阳性 原来他是邮政工会理事长之一 10号他去了国军英雄馆 参加模范表扬大会后约晚上10点又到万华买东西才回家 这几天上班时觉得喉咙痛痛的决定到快筛站裁剪 结果阳性主动通报 但网友爆料这一名同仁足迹犹如邮局版的狮子哥 接触对象比一般职员都更广泛 中央邮政也证实接获消息后已经进行内部消毒 但也强调他的工作内容不需要接触人群相对匡列的人 比较单纯 但有网友却在脸书上之一 难道他没有和工会同人接触吗 有没有因为他参加模范邮工表扬活动 与其他人或是上级长官接触 活动上都有戴口罩吗 如果邮局和狮子会一样成为下一波被指责对象 谁该负责 这回邮局员工爆出到万华买东西验出阳性 是否确诊和足迹为何还未知 邮局表示会启动分流和异地办公 也希望有接触使同仁主动筛减 只是现在风声鹤唳 公家单位也有人中招 就怕他活动力十足 再成下个超级传播者 记者综合报道 本土疫情现在整个完全是烧不完 包括了彰化现在也沦陷 而且再增9例 也成为了双百之外的另外一个即将的重灾区 再新增的案例当中 还有是国中学生 目前六十位的师生裁剪 这个班级也赶快暂时来停课 而确诊的麦葡萄的妇人 5月8号她中午就曾经参加洗验 同桌也验出已经有三个人确诊了 我们都知道洗验现场也是非常非常多人 真的让人觉得很忧心 卫生局发布了快筛的动员令 当天中午132桌 1300人这么多人 都必须自主健康管理 接到公园喷洒消毒 角落都不能放过 因为彰化本土平地连环报 单日新增9例 除了原本卖葡萄的盘商 再加2 连女婿大儿子的朋友也确诊 刮杀业者的友人跟丈夫也中标 另外还多了一只回彰化聚餐的万华家族 确诊者中还有一名是国中学生 以及返乡确诊的男子 暴增9例总够15例 接触者参业人数大概将近60位 有一个个案他同伴就是要停客 中央县卫生局更发现确诊的麦葡萄妇人 8号中午曾经参加喜宴 同桌有三个人确诊 他们紧急发布快筛动员令 10桌里面有三个 就是等于是30%的感染率 所以5月8号的中午在全国这家餐厅的所有参加宴席的这些客人 必须从现在开始做静安管理一直到5月22号 132桌1300位民众需要进行筛检 但民众在转传讯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因为35岁的严谨女子发布了错误的讯息 也害店家生意一落千丈 传绰讯息的女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被移送 最终会被罚300万元 而随着疫情升温也重创观光 游客胜不到一成 餐厅而在业者用餐时间等不到一桌客人 闲到发慌 我们就没有生意了 纯粹一生了 今天一星期你看 我现在都没有开车 有些人咬牙苦撑 但也有业者干脆关门不营业 只盼着疫情能够尽快稳定 恢复日常生活 接着张华综合报道 好 北台湾现在已经爆了 那高雄 南台湾呢 也已经进入这个准三级警戒 游客也锐渐 不过人潮居然聚集在知名的烤鸭店 为什么呢 用餐时间大爆满 店内三四十人在排队 虽然大家是有戴好口罩 但是人与人的距离实在超级近 内容也没有实联制 老板原本说升级为这个三级 才会取消内容 不过卫生局接获民众通报 来职查 要求店家立刻来取消内容 另外一家呢 美食看也要带大家来看看了 来看看 老板为了防疫 大热天穿着防尘衣 来卖红豆饼 光是看就觉得快要正数了 中午用餐时间知名烤鸭店大白长楼 从柜台开始店里面排成L型 大约三四十人 虽然都有戴口罩 但人与人的距离实在好近 都有戴口罩 我会自己抓去 烤鸭店也有内用区 但仔细看 没话做隔板实联制 防疫措施通通都没有 业者话才说完 卫生局立刻买鸡茶 卫生局鸡茶短短不到半小时 最后烤鸭店内用客人清空 脸书粉丝团也贴出公告 即日起暂停开放内用 相对人与人的人气烤鸭 另一间美食摊 一球球红豆奶油或是起司玉米 现在要放弃烤盘里 果米美食红豆饼 热腾腾出炉超美味 但老板这一身装备 蓝色防护衣戴护物镜 全身包紧紧 光看就觉得快中暑了 合理啊 胜进的疫情是这样 对 我不知道说很简单 因为现在防疫疫情严重 想说宣导一下 相亲的朋友要注意防疫的重要 白肚案例暴增 民众皮皮刺 美食摊老板透过特殊打扮 结合时事 帮忙宣导防疫不松懈 记得红夫人王书红高雄吧 好 来看确诊人数 瞬间报这么多人 就在今天公布的 新北确诊的妇员 暗1490 她的足迹 到过了高雄跟屏东 14号清晨从台北万华 搭客运南下到高雄 再转搭继承车回儿子的家 母子一起吃饭缴费 还到屏东横春来拜拜 光是这高屏的足迹 一共匡列了23人 另外台南也有确诊者 去过当次强号南下 因为足迹实在不透明 下的游客都不敢去了 平常人潮涌挤的国华街 剩下小猫两三只 业者只能苦笑说 全部都是疫情 青年人员沿着屏东这间加油站 厕所消毒走到也狂喷 另外一边连锁超商 拉下铁门停业一天 因为有确诊个案来过这里 就是她经过了这些的点 我们放了大概14个工作人员 新北市确诊个案到高雄 再到屏东确诊60几岁 妇人编列案1490 14号清晨搭客运回高雄 再搭急诊车回儿子家 母子一起吃早餐 还外出缴费 卫生局最初妇人平常住在 新北三重区在台北 是万华经营茶馆 14号回到高雄 儿子载她到屏东的高山沿 福德宫参拜 中间还到车诊的超商喝咖啡 回生时儿子下车上厕所 确诊的妇人并没有下车 出估在屏东停留4个小时 却在傍晚发烧被家人 送到高雄的医院 阳性确诊高雄接触者匡列9人 屏东匡列14人 都得自主健康管理 同样是确诊者南下 还有家住万华区的确诊者 他搭乘自抢号抵达台南火车站 台铁紧急大消毒 但中央迟迟没公布足迹 消息一出 让每到假期都是人潮的国华街 变成剩下小猫两三只 明明假日客人少了一半 业者苦笑两声 只能说中央不公布确诊明确足迹 只留了最后停留点就在台南 这下变成游客不但不来 连路过都不肯 记者来关张张春华 台南屏东综合报道 好 现在新竹的本土零确诊 也破功了 指挥中心已经公布了新竹县 有三位的新增的个案 而且都分布在完全不同的行政区 除了有一个人在万华活动室 另外两个小朋友 幼童的感染源都不明 发烧很严重 甚至有幼儿园也传出有接触室了 不少家长被通知 赶快带小朋友去筛检 就连医院也紧急拉起了封锁线 我是来做补栽的 你也是来送小孩子的吗 不是 医院急诊室外 已经拉起封锁线 串着医疗防护医的医护人员 在现场待命 七楼也搭起好几个筛检站 新竹县一间医院警戒升级 周边气氛相当凝重 我们是幼稚园 有一个学生确诊 我们都是学生的家长 家长心急如焚 15号晚间突然接到幼稚园 紧急通知 说园内有接触 新冠肺炎筛检阳性反应者 赶紧带着孩子 漏夜排队等待筛检 是有这个学习环境是属于在幼儿阶段 这个是一定要停课的 指挥中心十六号最新公布 新竹县有三名确诊个案 第一例案1588是竹北市 五十多岁男性 曾在台北万华周边活动 案1589则是未满六岁的男童 住在湖口乡又台南高雄旅游室 出现腹泻等症状就已裁剪 感染源带离青 案1672则是在穹林四岁女童 有呕吐疲倦发烧等症状 感染源也带离青 他们的接触者我们都匡列起来 都裁剪完了 陆陆续续报告出来 应该都是在一两天内 疫情在新竹遍地开花 爆出确诊的竹北湖口 穹林都位在新竹市东北侧 临近竹科 目前已经狂烈245人 新竹民众听到消息简直吓坏了 到定期添加的时候 都会做索军上的消息 因为蛮可怕的 一定会担忧啊 尽量少出门 新竹县一口气增加三名确诊个案 零本土破功 也让当地民众担心病毒 会不会早就在社区流窜 记者和孟谦 蔡宇山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